好,我們現在要進入第一講的第二節的部分,也就是靜電學呢,我們要來談從電的發現,到底是怎麼發現電這種東西的。 所以我們一樣從問題開始來思考電的存在,到底怎麼知道有電荷的存在呢? 第一個問題是,電荷跟電荷之間會不會有交互作用? 怎麼樣定量的描述這個交互作用呢?有一個很有名的定律叫庫倫定律,這到底是怎麼想到的? 那我們會跟各位描述呢,這個定律的來源呢是跟重力理論類比而來。 那在這個部分要稍微提醒一下,我們不會在這裡回顧什麼是重力理論,所以如果各位對重力的方程式不熟悉的話呢, 可能要麻煩您回去先理解重力的方程式的內容是什麼,這樣才能夠理解這個地方所謂的類比的概念從何而來。 那我們從歷史的發展來談電荷怎麼被發現的。 在2000年前古希臘人呢就已經知道用羊毛摩擦琥珀,就可以讓琥珀具有神奇的力量,可以用來吸引其他的小物體。 所以我們這邊呢邀請助教來做一個示範實驗,摩擦一些不同的東西,看看哪些會相吸,哪些會相似。 我們現在桌上有一顆氣球,把它靠近紫屑,證明它沒有帶電。 這個是一根PVC水管,一樣靠近這些紫屑,證明它沒有帶電。 而這根水管跟氣球靠近的時候,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效應產生。 接著,我拿著一顆氣球跟我的頭髮互相摩擦。 然後再把這根水管跟我的棉布的衣服摩擦起電。 我們現在把PVC水管靠近氣球,可以看到氣球會被排斥。 可是氣球同時可以吸引紫屑,而水管也可以吸引紫屑。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的是,電荷有兩種,這種互相排斥的,我們可以當作是同性的電荷。 而互相吸引的,可以當作是異性的電荷。 那麼在電學的發展上面呢,其中在16世紀末期呢,有一位英國科學家叫做Gilbert, 他在1600年出版了一本《論詞時》。 這可以說是第一本,闡述電跟磁的科學著作。 那Gilbert呢,一個非常重要的在電學方面的貢獻呢,是他第一個做出一個可以檢驗靜電的儀器,就像右邊您看到這個圖一樣。 那麼這個儀器呢,他隨著靜電的方向、位置不同呢,他的轉的角度也會不一樣,所以可以用來檢驗靜電的大小跟方向。 那麼呢,他在這本書裡面也創建了一個新的拉丁術語,因為那個時候的書呢,都是用拉丁文寫的,叫做Electrica。 那這個字的原文是來自於希臘文的琥珀的意思。這個字的意義呢,在他的那個時代呢,他的概念是,這樣子的物質可以像琥珀吸引別人一樣的那樣子吸引。 所以呢,他這個Electrica就是用來描述這個靜電,這個現象。 那這個書呢,也是沿用至今,變成所謂的電的語言。 那另外呢,因為Gilbert在電這個方面的最早期的一些貢獻呢,所以呢,他的姓氏呢,目前被作為磁學中的磁動式的單位。 那麼對於電鶴呢,更詳細的描述呢,還要再等一百多年後呢,法國科學家Duffet,他用了各種不同的材料呢,來研究摩擦起電這個現象。 然後來思考各個不同材料之間哪些會相信哪些會相似,就像剛剛助教做的示範實驗一樣。 那麼經過了非常多材料互相比對之後呢,他在1733年的提出呢,事實上這些材料裡面呢,可能只有兩種電鶴。 那麼這兩種電鶴呢,如果是相同性質的呢,會互相排斥,不同性質的電鶴呢,會互相吸引。 那麼在這邊也要請各位思考一下,如果按照助教剛剛做的示範實驗呢, 他試了四種不同的材料,有些會相吸,有些會相似。 跟上面這樣的實驗相比,各位同意杜菲的說法嗎? 如果根據這樣的示範實驗的結果呢,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 不只是兩種電鶴,有更多種的電鶴,能不能用來解釋這些現象呢? 那麼在建立了電鶴的種類之後呢,在1733年呢,解釋在同一年, 英國有位科學家叫Grey,他意外的發現呢,透過摩擦,使得玻璃管可以吸引紙片的時候呢,塞住玻璃管的那個軟木塞,欸,竟然也可以吸引紙片。 於是呢,他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是,電鶴好像會在不同的材料之間傳遞,也就是電鶴是一個會移動的東西。 這是一個非常神奇的概念,在之前是沒有發現過的。 那麼他自從發現這個現象之後,他就開始去試各種不同的材料,所以你可以看早期的實驗都是這樣子。 對於一個物體完全不了解的時候,就是廣泛的去試,觀察各種不同的現象,然後來歸納出後面的結論。 所以他試了很多很多的材料之後呢,找出了所謂的導體跟絕緣體,也就是導體呢,他就是能夠讓電在裡面傳導的東西,絕緣體就是讓電傳導不過去,這樣子的一個材料。 那麼接下來呢,在電的方面呢,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研究是關於能不能把電鶴儲存起來。 當我們知道這些有正的有負的電鶴存在之後呢,有沒有什麼方法讓我們把它儲存下來,來進行更精密的研究呢? 這個時候呢,需要提一下科學的進展呢,往往跟新的儀器的開發有非常非常大的關係。 那麼在儲存電鶴這個部分呢,最重要的一位早期的科學家呢,是所謂的Muchel Brock。 那麼這是一位荷蘭的科學家,他在1745年的第一次利用水音瓶呢,成功的把電鶴儲存在這個瓶子裡面。 那麼下面這張照片呢,是從Wikipedia上面來的。 根據上面的說明呢,是他接下來手去碰到上面那條鋼線的時候就被電到。 所以在早期剛發現這個能夠用水瓶瓶儲存電鶴的時候呢,這個稱為萊登瓶。 萊登瓶是一種很簡單的電鶴儲存裝置。 先將鋁箔紙包覆在塑膠杯外源。 加入一小片鋁箔作為電極,並套入另一個一樣的塑膠杯當中。 再加入一片電極,並用第三個塑膠杯做絕緣。 現在將外側的鋁箔接地, 並使用泛式起電機以感應起電的方式使萊登瓶帶電。 充電完成了,怎麼知道是不是有電荷儲存在裡面呢? 只要將電極互相靠近。 有電弧的產生證明了有電荷儲存在萊登瓶當中。 那麼發現這件事情之後呢,最早被拿來用的事情就是娛樂用途。 做什麼呢? 就是你可以拿萊登瓶儲完電之後呢,拿來電動物,電老鼠會自自叫,電雞可以把雞電死。 然後你也可以拿這個萊登瓶來點燃火藥,使得觀眾的面前忽然一通火燒起來。 這個就算在現代我想都是一個很有娛樂用途的一個方式。 不過呢,在歷史上呢,有一個很有趣的記載呢,是曾經有人在法國邀請了所有的皇室成員來觀看一個非常非常大的萊登瓶。 那麼呢,他找了七百個修道士首先的手,然後呢,請第一個修道士握著萊登瓶的一端。 然後另外一個修道士呢,用手去摸那個萊登瓶。 結果呢,這七百個就一起觸電,然後就一起跳起來。 這個,你可以想像平常應該是非常正經八百的修道士,七百個人會一起跳起來的那個場面是非常非常的壯觀。 這個真的是早期的一個娛樂用途。 但是除了娛樂用途之外,萊登瓶事實上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貢獻,就是因為你能夠把電儲存下來,能夠對電做更精密的研究。 那這個事情呢,在誰身上發生的最大的效果呢,就是在富蘭克林身上。 我想呢,當我們講到電的研究的時候呢,很多人就會想到富蘭克林,為什麼呢? 因為可能從小學就聽過這個故事,就是富蘭克林用風箏去玩電。 那我們講漂亮的眼睛就是他用風箏去研究閃電,這件事情。 那他這個最有名的時間到底在做什麼呢? 很多人大概只知道他用放了一個風箏上去,然後把閃電引下來。 但是事實上這個時間裡面最重要的部分是,他引下來是引進一個萊登瓶裡面,把閃電的電荷收集進去這個萊登瓶中。 那這件事情的整個起源呢,是因為富蘭克林四十歲的時候呢,在看到一個萊登瓶的表演,覺得哇,這個真的太有趣了。 然後所以開始研究電的這個現象。 那麼他真正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是在於他用萊登瓶收集閃電之後呢,能夠對閃電提出一個跟別人不同的解釋。 那麼這邊稍微先講一下,所謂的物理學,前面曾經提過,總是在試圖找出不同現象背後共通的道理。 為什麼富蘭克林在研究電的這個部分有,我們會說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的原因是因為他把兩個看起來完全不一樣的東西解釋成一樣的概念。 他把哪兩個不一樣的東西解釋出來呢?他解釋是天上的電跟地上的電。 我們在地上知道摩擦可以生電,可以存在萊登瓶裡面。 富蘭克林做的事情就是把天上的電,也就是閃電引進萊登瓶裡面,然後證明在萊登瓶裡面儲存的電荷跟我們在地上用摩擦生電產生電荷的東西是一樣的,會造成一樣的效果。 所以呢他把乍看之下完全不相看的事情,閃電跟摩擦生電,用一個共同的電的現象來解釋,這是他最重要的貢獻。 因此他告訴大家說閃電其實就也是一種靜電,也是一種放電的現象,就這樣而已。 而不是所謂的上帝發怒要懲罰世人。 這個事情呢,事實上跟牛頓的貢獻是非常像的。 牛頓的貢獻呢,他在做的事情也就是統一了天上天體的運動,還有地上蘋果掉在地上,這兩個現象,事實上是能夠一樣用萬有引力來一起解釋。 所以為什麼在討論力的時候,牛頓可以說是最偉大的一個人物的原因,就是因為他統一了兩個看起來完全不相關的現象,用同一個概念來解釋。 那另一方面呢,富蘭克林依據摩擦起電的現象的定義的正電荷跟負電荷,只是呢,過了再過一百多年之後才知道,真正導電的其實是他那時候定義的負電荷,也就是電子。 所以呢,在學習電流的時候,這個我們在第二講會提到,在學習電流的時候會有一個很讓人困擾的地方,就是電流的方向跟材料裡面真正在跑的電荷的方向是相反的。 那這個是歷史上的一個定義的一個問題。 那麼有了萊登評價的工具之後呢,我們可以把電荷儲存下來,因此可以更方便的開始研究電荷跟電荷之間的互動。 那麼剛剛呢,前面提過,Duffet他的研究呢,已經告訴我們,同性會相次,異性會相吸。 所以一個很自然的問題就是,那到底電荷跟電荷之間的吸引,或是相排斥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呢? 那麼這個部分呢,有一位法國科學家庫倫呢,提出了非常有名的庫倫定律。 他的形式呢,像這個數學方程式一樣,就是F等於K乘上Q1乘上Q2除以R平方。 這裡面F呢,指的就是作用力,單位是牛頓。 那麼K呢,我們稱之為庫倫常數。 那麼它的數值的大小還有單位呢,就像後面負的這樣。 Q呢,是電荷,所以Q1Q2呢,是兩個不同的電荷。 那麼我們這邊放絕對值的原因呢,是因為我們現在在談的這個是力的大小。 那麼力的方向呢,則是由它的同性跟異性來決定。 所以呢,在這個地方的Q的值,談它的大小,而不談它的正負號。 所以我們加了一個絕對值。 那麼這個Q這個電荷的大小的單位呢,是所謂的庫倫。 就是為了紀念,發明庫倫定律這個人。 所以把電荷單位定義為庫倫。 那麼R呢,則是兩個電荷之間的距離,它的單位是公尺。 所以到底庫倫定律怎麼冒出來的呢? 怎麼會想到這麼神奇的定律。 這個事情呢,事實上又從富蘭克林身上來。 就是說呢,富蘭克林呢,曾經觀察到一個現象是, 如果你把一個小球放在金屬杯子裡面。 這個時候呢,如果金屬杯上帶電的話呢, 這個軟木小球好像不會被這個電荷給吸引或是排斥。 那到底為什麼呢? 那麼富蘭克林呢,把這個現象告訴他的好朋友, 英國的科學家Pristoli。 那麼這位Pristoli,如果你曾經覺得他的名字有點眼熟的話, 那是因為他就是發現氧氣的那個人。 那所以呢,這位科學家呢,就重做一個這個實驗。 那麼他的做法呢,是使一個中空的金屬容器帶電。 那麼呢,他發現了他內部的表面呢,就沒有電荷。 而且呢,金屬容器呢,如果你把一個電荷放進去裡面, 它對於內部的電荷是沒有作用力的。 這整個現象呢,跟萬有引力裡面有一個稱為球殼定义的概念, 非常非常的像。 就是呢,如果外面有一圈質量,放在中間,這一圈質量, 中間的物體是不會受到引力的。 因此呢,Pristoli在1767年呢,就發表了一個文章, 他猜測電力跟萬有引力應該有一個相同的規律。 也就是說,兩個電荷的作用力呢,應該跟他們時間距離的平方程反比。 這是直接從萬有引力那邊猜測來的。 好啦,那之前已經有人想到了,為什麼這個定律不叫做富蘭克林定律, 或是Pristoli定律呢? 因為庫倫,他的貢獻呢,是在於真正的驗證了這件事情。 庫倫原本是做什麼?他原本是做力學研究的人。 庫倫他另外一方面的力學的貢獻,是他事實上是最早提出摩擦力跟正向力成正比的人。 這個想不到吧?從來可能沒有人告訴過你這件事情。 可是呢,他因為做了力學的研究之後呢,他想到,對於這個電的相似或相似的概念呢,可以用他做摩擦力研究的儀器來做測量。 所以呢,他做了一個自己發明的扭力計,來量測兩個代電體之間的力。 而證明呢,這兩個代電體之間的力真的,跟他們之間的距離有一個平方反比的關係。 這是庫倫最重要的貢獻。這就是為什麼呢,最後這個定律呢,叫做庫倫定律。 那麼這個是在1785年發表的。 那就如同前面有說過,一個新的儀器呢,往往會對科學研究造成很大的影響。 所以呢,庫倫用了他的發明的扭力計來量電跟電之間的重力之後呢, 英國有一位科學叫Cavendish,他看到了這個扭力計之後呢,他就想到,欸,這個扭力計不只可以量電,它也可以量重力。 所以呢,他就用類似同樣的,類似庫倫方面的扭力計呢,來量地球的質量跟密度。 並且因此呢,可以決定所謂的重力常數G的大小。 所以這是一個新的儀器呢,會在各個不同的領域造成影響的一個例子。 所以呢,這個地方呢,我想先跟各位聊一聊說,前面曾經跟各位提過, 物理學當然並不是天才,而是非常會聯想的人。 所謂的創意呢,事實上常常就來自於這樣的連結跟想像。 所以剛剛我們給各位看到這樣的例子是,從所謂的重力的球殼實驗,聯想到,欸,電力也有類似的現象。 因此他應該跟重力非常像,能夠用同一個數學方式來描述。 這就是一個連結跟想像的過程。 那另外呢,Cavendish從電力的量測實驗想到,欸,我也可以拿回來套用在量測重力效應, 這件事情身上。 所以這個並不是他們特別聰明,而是他們在看到這個現象的時候會想到另外一個類似的現象, 是在這個連結跟想像這個過程裡面呢,產生了這樣的創意的思考。 所以在物理學的研究裡面,常常發生的事情是有一個現象聯想到另外一個現象,而假設他們之間的關聯, 然後用實驗去驗證,欸,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一個概念,然後因此而建立一個理論。 所以呢,不用覺得物理學家都是天生就能夠憑空想出這些理論來,通常都不是憑空想出來的。 絕大部分的發現呢,都是按照歷史的進展,一步一步的慢慢冒出來的。只是說在教科書上面呢,常常出現的順序呢,並不按照歷史的出現的順序。 而且在教科書裡面,也沒有告訴你當初這些人怎麼想出來的。因此你常常會覺得,這些概念是天馬行空,從莫名其妙的地方冒出來的。 但是我希望各位能夠摒棄這個概念,要理解物理學的研究也是,一般正常人只要仔細的觀察,仔細的思考,多做一些聯想也能夠做的事情。 不過就算是這些偉大的物理學家呢,也不是永遠都能夠有非常好的創意。 譬如說,像剛剛提到庫倫,他研究完電力之後呢,接下來就研究磁鐵跟磁鐵之間的作用力。 誒,他也得出了,磁力呢也具有平方反比率的結論。 這個應該有很好的連結可以讓你想像,電跟磁之間應該有點關係吧。 不過庫倫就miss掉這一點,所以他完全沒有想到電跟磁會有關係。 這個還要再過幾十年,在冷次還有法拉第的年代,才能夠把電跟磁之間的觀念講得比較清楚。 所以這一節的部分呢,隨堂吹呢是,想請問我們剛剛提到富蘭克林,他在電學方面的最大貢獻呢,是下面的哪一項。 本地有問題 ここ在裡面,要看個性的方式,我還是在電話檢查一下。 大家看好! 在這陣子,我會看下去。 感谢观看